哈囉大家好我是PianFan 好久不見啦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今天剛出的新的魔靈召喚 其實這魔靈召喚在我還是YT之前 我玩蠻兇的 對那時候還是抽卡然後推關卡嘛對不對 然後強化你的角色 你的那些角...抽到的角色 對角色反正不是扮演我自己就對了 好啦那這一次的話 很像玩法變得完全不一樣了對不對 很像變成一個MMORPG 好啦一樣我們就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就來吧 然後我剛剛想取大作下雨手 結果大作下雨手竟然被取走了 好啦沒關係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能選誰吧 這個是補師嘛對不對 我就一樣先感受個半個小時 可是我想說如果這種大作半個小時內 會不會都還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這應該是法師可是這是妹子 這感覺是職業綁定角色 這應該就是戰士 可是這樣不能換耶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先玩法師好了 畢竟妹子比較香嘛對不對 好走吧 這遊戲聲音有點小聲我調整一下 好可以微微的捏一下臉 這到後面應該都可以調整啦 好隨便調一個 好啦異色筒 服裝 這應該也是裡面的服裝 現在應該不是隨機這樣子 給我這樣就這樣子而已喔 能調的就這些而已嗎 好那如果可以選服裝的話 好這套不錯包覆度還不錯 然後呢 喔還有髮型 很像 好啦我還是蠻喜歡馬尾的 然後髮型也可以改 可是我喜歡配合他的服裝的衣服 好創建角色 OK好走吧 我不知道這一次玩法是怎麼樣 我有稍微妙一下 感覺就蠻 RO的 RPG的 對RPG的一個感覺 然後我的服裝 欸他真的是給我剛剛那一套耶 欸是吧是吧是吧 他叫什麼 克羅尼科戰記 為什麼要取這種名字 我就模擬召喚這樣就好啦 749 797年 好我這邊就跳掉了 我對劇情的部分還好 但是他不給我跳掉 至少知道我在點什麼 但是 欸有了有skip 我們先跳 看一下這款是在玩什麼 好像還可以有接受我的召喚書吧 開局 好像真的有點RO的感覺 我可以換視角 有了 好 然後移動方向 有了有了 這很RO 這感覺我有 好我們就先走過去就對了 他前面劇情還是蠻多的 可是其實我已經對魔靈召喚的印象都沒有了 太久太久了 我只記得那個角色我都忘記主角長什麼樣子 按下攻擊鈕來攻擊敵人 哦就等於是即時戰鬥就對了 施放寒冰劍 這個冰劍會不會太痛 然後呢施放寒冰波 持續效果時間冰更嚴重就對了 然後是寒冰暴風引起暴風 OK好怪物全死掉了 走吧 任務 哦他是講英文耶 服裝還是不太一樣 那不是我剛剛那一套他就給我他就是選他那一套就對了 然後現在還沒有看到其他玩家只能夠 藤蔓 我剛剛走到藤蔓裡面對不對 然後往上爬 啊可惜 不能夠幹嘛 好吧 古代遺人用過的魔法遺跡 走吧 我們看看我們半個小時有沒有辦法把新手任務玩完 如果他是RO的話 劇情我都跳過 我們那時候光RO全部弄完也要兩個多小時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抽耶 因為其實R說到底RO當時很像連抽都沒有 沒有給你10連抽什麼的 對 是硬要講的話 那這一款的話感覺應該有吧 畢竟還是靠著寵物在打架對不對 還是都是靠我自己 我是培養這隻角色 好這邊 這是剛剛那個 最一開始 很像我在開播之前 不是開播啊 召喚夥伴了嗎 有了有了有了 直接抽嘛 還是他就應該就送你一隻不錯的吧 不會到很弱 這邊就不跳了 這感覺是抽卡的動畫 仙女沒有名字 等一下 快漏了快漏了 等一下 然後呢 好走吧 使用技能 他會睡覺 然後 他還有一道補血 哦 然後他會自動攻擊 然後我們就 反正技能全尻 該兵的冰一冰 龍捲暴風 寒冰暴風 打一打 他血量剩67% 其實就還蠻標準的 這種RO的氣勢感 然後沒有的話就打架了 有沒有辦法自動 哎唷這可以跳耶 哎唷 哎唷這可以跳耶 對啊 RO不能跳啊 RO能不能跳一下 睡覺 好我們等CD 先冰住 有冰住 可是沒辦法冰得很住 不過沒關係他應該死掉了 不知道為什麼講英文就蠻出息的感覺 使用迴避 對嘛 選女角才對嘛 只可惜他是職業綁定角色啦 有點可惜 不懂 為什麼要職業綁定角色 都2023年 自動進行 我可以不要動嗎 不要等他念完對不對 算了算了算了 我直接先上好了 不然等他跑完 不知道跑多久 召喚一個夥伴 又一個 他可以一次召喚幾隻 犬神 所以剛剛那隻就是他仙女而已 走吧 skip 其實應該看劇情啦 可是我不知道耶 我這個人就不是愛看劇情的人 我就不勉強自己了 好火爐穿越尖刺陷阱 可以跳嗎 可以二段跳嗎 不行 我們就跟著走就好 可以滾 嘿 還不錯 其實他跳的這個手感 我覺得還蠻棒的 再跳 滾的手感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跟二之國有一點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二之國也是職業綁定角色嘛 也是可以跳也是可以滾嘛 對不對 這誰 人家跳好像速度會變慢 這一隻可以幹嘛 喔 就換 反正就 等一下 喔 所以另外一隻就變自動攻擊就對了 怎樣 很不合理 一個肉 肉身的動物然後爪一下 然後石頭的怪物就爆了 感覺超不合理 我看他力氣特別大 是不是可以換成日乳 感覺用英文就怪怪的 他英文講的超沒有感情 超級沒有感情的不知道為什麼 換回來 他可以睡覺嗎 睡覺 沒有根本免疫 不行 他不能自動 我這是 然後視角轉換 鎖定一樣 一樣是那個鈕 這樣的話根本就抓不到我的臉啊對不對 我現在用的是平板在玩 感覺這樣子的話我一直在低頭 根本就抓不到我的臉 我這邊稍微調整一下 我開個燈 讓他比較容易抓到我的臉 不然的話我的晚熊卡在那邊不動 然後 然後Skip Sk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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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剛剛那個都黑暗還時間還蠻慘的 反正應該是跑到哪裡去了吧 然後我們先跳 有了 有人了 你好我是魯納 魯納博士你清神的嗎 幸好你沒事 瀑布下面 歡迎來到德魯林大陸 這裡是耶亞丘陵 去見見小許吧 有玩家還不錯 可是我用我這個東西 用模擬器就下降不了 點擊瀑布下方 我可以直接過去嗎 不行 他竟然不能夠直接觸摸 認真 啊沒有他死了 不是你 也不是你 和喬許對話 等一下 喬許咧 給我藥水 這些人都不用管就對了 而且馬上就 有了 哎呀我就是想看這些 好等我一下 我們先看完他的課金是怎麼樣的 賽雷娜移送 反正先全部領取就對了 送了五星的什麼東西 天使怪火 此為聚 我們怪物可大幅增加火屬性 他只是給你經驗值而已啦 應該經驗值的 然後 可以進化 然後這應該是木屬 這水屬 所以他只有這三種屬性而已 然後光暗吧 對不對 我記得魔影召喚很像就這樣 應該是啦應該是啦 完全沒看我 對 魔靈召喚的 的印象 真的太久太久了 然後是朝月召喚禮包 我們先從其他地方看一下好了 這是都是召喚禮包嘛 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召喚的 有沒有不要召喚師 魔靈 這是剛剛來的那樣子 也還什麼都不能用 好吧 看起來很像不給 唯有開放的應該只有 只有商店 商店開了 我現在也不能用嘛對不對 這邊什麼 常態禮包遊戲 先拿一下 免費都給吧 代表是叫你每天都要點進來看一下 每天看一次看久了 終究會不小心點一下 高級通行證 這就是月卡 月卡有分兩種 魔靈通行證 哇靠 他不是高 不對 訂閱型 等一下這什麼意思 所以說 通行證歸通行證 而且通行證還兩種 一到十一張可以解除 然後這個是競技場通行證 所以有兩種通行證要解 然後訂閱型的話 應該就是真正的月卡了吧 每日洪水晶 170 立即拿到587 等一下我總覺得很像被罵了一樣 然後呢 每28天可以領取100個 所以總共2800個 然後587個 所以是3300多個 然後呢590塊的話 每天領取400個 然後總共可以拿 一開始給你2200個 所以總共會給你 算了不算了 反正應該就是比較划算 但是你要每天上線才可以 然後這是1萬的這個東西 它不是帳號限購一次 我這邊按下去發生什麼事 確定要購完嗎 先不要等等再說 然後達成帳號等級 這應該也是最划算 如果再玩的話 不對 它是3290耶 它不是用鑽石耶 正常情況下 這個東西不是用鑽石嗎 等一下 我想覺得有點可怕 然後遊戲幣的話是32990一單 一單的話是10900 然後限時特賣是可以乘以2 然後這應該是VIP機制了吧 一般經驗密要 如果按下去的話 帳號資訊 VIP了啦 VIP了啦 所以我們 是嗎 這是VIP嗎 感覺也很不像VIP耶 競技場無紀錄 對啊 感覺很不像 如果按加的話 就是我們要升級帳號等級 哦 對 那這樣應該就是VIP 可是那VIP很像沒有那種特別的能力 它只是給你一些東西而已 不是說什麼經驗值加成百分之幾 有耶追加效果有了 地下 對對對 那就是VIP了 看到了看到了 那也是滿可怕的 那我看一下最一開始的話 基本上要到幾等才可以呢 減少瞬間移動50%的費用 減少 保存空間 感覺都還正常 坐起 啊有了 15等 然後再上去的話是 背包空間 移動速度本身應該就是要的 必備的吧 減少瞬間移動 所以到這裡瞬間移動就免費了 19等就免費了 然後符文空間 空間背包而已 有些人覺得很拉低 交易所手續費 啊 如果你要課金的話 應該23等才是剛開始而已 然後是地下層通關經驗 就是讓你更優 然後魚肝藍味加一 還不知道魚肝的幹嘛 背包空間再加5 背包倉庫空間 服務文空間 很像後面就還要 移動速度 35等 35等 然後背包 倉庫 然後這個又是 交易手續費 所以如果其實要課到底的話 這些東西還蠻重要的 因為畢竟如果你長久玩下來的話 那2.5%還是很兇 然後我移動速度點到53等 就可以加15% 還有沒有什麼 這是倉庫 這個又是 服務文空間 然後又是交易手續費 那差不多這幾個 都是這幾個一直在輪嘛 那其實如果點到滿的話 經驗值 反正就是基本上這個也要升到滿吧 也不是升到滿嘛 就是慢慢玩下去 100等 還好 他的東西就是倉庫空間 什麼 倉庫空間 背包空間 符文空間 然後吊竿 然後再加上地下層的經驗值 再加上跑速 所以跑速最高可以加15% 15%還蠻賺的 商品4 這是我剛剛拿到的東西吧 對不對 OK好 沒了 可是他也沒有說怎麼拿到上面的那個 除了我課金一單的話 可以拿到2萬 升級一次 第一等是800 不知道後面升等是多可怕 因為他也不會跟你砍 好啦一樣 我們先玩到更後面再說好了 等一下再去看詳細的抽獎的東西 不然的話根本就 不知道那個感覺 而且他還不給我抽 只是 這速度好像有點慢 是我錯覺嗎 我怎麼覺得這畫面 沒有很細緻的感覺 來我這邊調整一下 遊戲畫質 我們直接給他拉到底 喔應該好一點了吧 就覺得剛剛就糊糊的 最高 好 光源最深 然後 好 這樣應該就夠了 不用開到全部是最 喔有了有了 好一點了 不然覺得剛剛畫面糊糊的 和喬許對話 喬許到底在哪裡 我現在一直跟著藍色在走 你知道嗎 哇這個服裝其實還不錯 你這樣 欸 我就繼續跟著光在走 瀑布下面 真的不能 真的夠 不能夠 取消 真的不行耶 不能自動跟隨耶 等一下 雖然說這個功能 以前是說 啊現在遊戲都自動跟隨 很無聊 但是當你遇到 不能自動跟隨的遊戲 這有點像林可 還是我錯覺 好先自動進行 好他自動進行完 他在喬許 和亞利歐對話 走吧 我可以跳下去嗎 不行 啊這個跳 能跳下去嗎 啊不行 啊可惜了 這個跳 其實我玩到這裡已經15分鐘了 我沒有辦法玩到抽卡 我們玩到抽卡就好了 抽卡跟打架 然後我們再來偷偷瞄一下 看這隻怎麼樣 你知道嗎 然後任務 等級2 技能點數3 攻擊力加 那攻擊力也蠻重要的 生意等加快5% 靈魂結合 點選頭型魔靈 然後施展靈魂 反正就是在旁邊的嘛對不對 使用魔靈需要消耗魔力 魔力會隨著時間而自動填滿 有點像是水廢的概念吧 我現在有7費 試著連接魔靈嘛 我現在選上來 所以他這一招要3費 選上去的話 他會去打誰 他打森林蘑菇怪 點取此處 領取任務 雨啊理由對話 好的我這邊打完了 現在每個人都有一隻仙女在旁邊 森林蘑菇怪一直在瀑布下擋路 這樣我們該如何移動 不過要是你幫忙趕走 我們就可以去尋找 你們是不會動作是不是 如果認真去看這種遊戲的劇情的話 就會覺得很好笑 就是不是主線的話 只是為了要這樣你去打架 打架的劇情就覺得很智障 然後打4隻 這個時候我應該靠自己就夠了吧 還是我這個時候其實可以完全不用弄 他可以自動進行 上面的水費只有2 這邊水費只有2 所以還要再等他3 真的好慢喔 所以沒有水費的話 我跟他合體一下也沒有什麼用 對不對 好這邊溝通完了 那我們要去哪裡 點一下 不行 這是我剛來的地方 這是雅里歐嘛 所以他現在不跟我講話了 小心我解完了 我解完了 那我們就去往上走 有啦有啦地圖有寫 地圖有寫地圖有寫 地圖有寫 左上角地圖 這移動速度真的好慢喔 撲慢撲慢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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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能夠抽卡吧 任務 嚇死我了你又是誰 瞬間移動裝置而已 我等一下換個日文好了 沒有日文的話好詭異喔 我剛剛拿到什麼東西 等級3 我剛剛他說帳號升級了是不是 設定 我記得有一個聲音 沒有 畫質 這是畫質 遊戲 他真的是很英文嗎 因為我原本是在電腦上面玩 他也只給我英文 現在這裡也是只有英文 所以沒有日文也沒有韓文 不知道什麼 用英文就很詭異 不是很習慣 好啦算了沒關係 技能我這邊可以點了 他這邊叫我選什麼技能 技能強化 就是三招技能而已喔 就是普攻也可以強化 所以就是增加你普攻的傷害 這個技能還蠻簡單的 這個又是什麼東西 寒冰殷石 正前方丟出水屬遜殷石 攻擊5次 於每次攻擊有一定造成冰凍 增加處於控場狀態敵人的傷害輸出 就是你被冰凍的話會更痛 然後敵人狀態場上並對追加傷害 每次攻擊70% 目標有控場時呢 追加50%變成120% 最後一集是157% 然後目標未有控場時 2秒內冰凍就給他控場 18%的機率 然後攻擊怪物時追加攻擊 並對怪物追加傷害 這個應該是大絕吧 然後這個是我們一開始的傷害 所以這招也可以升級 就只是純粹的數字變高而已 跟機率變高最高到28% 那我們這個是40%機率可以冰凍 我們升滿也不過就來到46% 冰2.7秒感覺好像有點弱 那這一招的話是一樣純粹增加傷害 控場時間也不會增加 那這招蠻爛的 那這個的話 這個很像還不錯 還不錯 至少我有機會奪取魔力 可是他冷卻超長的 所以基本上的話應該是來 好吧 喔 不止欸 這 喔 喔 這有什麼東西 探索屬性 被動 哇靠等一下等一下 剛剛還覺得喔 就這樣子而已喔 現在點進來 探索屬性有什麼東西 這是上面的那個吧 需要通關特別傷人的任務 這應該是主線任務吧 對啦 主線任務 所以我們要到 破碎的馬車 使用風屬性攻擊時增加傷害輸出 火屬性輸出 水屬性輸出 光屬性輸出 暗屬性輸出 然後這個的話是 元素輸出 屬性傷害量增加3% 然後5%的機率魔力增加一個 喔 所以我升級的話 哇靠突然覺得這邊好像也有點可怕 10等的話是10% 所以每一招這個被動都要用嘛 增加打BOSS的樣 打BOSS的血量 然後先生奪人 高於自身體力高於一定比例10 將增加以技能造成的暴擊傷害 簡單就是暴傷 只不過他還有一個條件 70%暴傷才會增加20 如果我低一點的話 沒有就是永遠都是70% 刺激而動 命中效果 命中率增加20% 然後風雨欲來 自身體力低 只用 蒸透用於技能攻擊 所以攻擊力 喔 狂戰士啦 類似狂戰士 狂暴化 若自身體力低於一定比例時 將與周圍隊友附加加速 然後自身有護盾 OK然後 15秒內 欸等一下 時間怎樣 10秒內加速階段一段 欸 15秒內護盾 喔 我的持續時間吧 感覺他翻譯怪怪的 魔力護盾 遭受到面臨死亡的傷害時 無視該傷害對周圍隊友附於護盾 就免死 他能力都不錯 可是就覺得有點怪 然後是 這也要升級到持有儀 所以我現在可以選選啊 不行 席德條件 召喚師需要到14種 所以我現在也只能學這個 應該很明顯 好繼續看一下 臨死嘛 然後是被敵軍召喚師或BOSS 擊中時 增加自身的屬性傷害抵抗 加防禦力 所以升滿的話 沒意外是20% 這遊戲的爬數都蠻基礎的 如果以暴擊命中時有一定幾率 減少防禦力 減少怪物的防禦力吧 降防破防的概念 所以我這邊升滿了 也不能做任何動作了 我要升級的話 還要五等才可以 然後下面這個叫做效能 技能強化 迴避 這個太重要了吧 可是要10等才可以 每14秒 基本是15秒 所以升滿的話 是10秒鐘迴避一次 反正這個也是要的 基本上這些都是要升滿 遊戲才剛開始 召喚師5等多8個魔力 所以升滿的話 我們的魔力槽 水費最多到10點 每4.5秒補充一個魔力 太慢了吧 3秒鐘一次 20秒追加一個終極技能 有20%的機率可以追加 獲得終極技能條 基本15% 好 然後變更計畫 替換魔靈時每一個 需要消耗6魔力 基本7魔力 我們的魔力只有 還是 還是很貴 熟練武器 於PVP競技場傷害時 每54秒可以替換一次主武器 感覺光這句話 是不是後面很多課金的東西要課了 連結強化 每14秒可以替換一次 靈魂連結的魔靈 那個CD啊 每1秒可以替換一次 這個就滿重要的 應該是PVP裡面在用的東西 要不然就是一些連技 或是一些流派在用的 召喚師的召喚 魔靈死亡570秒後 可以復活 基本上是600秒 現在是來到5分鐘 啊 在精英場上 僅限使用技能復活 這個是不一樣 那是對外的 那這邊的話主動的技能 就我剛剛看到的那些嘛 對不對 就 好 反正就是按照等級去學吧 感覺他等級都 召喚師等級都配點配得很好 然後玩到等級8就可以學會 這招寒冰陨石 OK 哇靠他技能也滿多的 反正照著等級升上去 就應該沒有問題了 來吧 點級磁術領取技能 開始挑戰第一章第三節 移動至瞬間移動光點的位置 你跟我說在哪裡 需要一些魔力 喔有了有了有了 來了來了 喔就這個就這個 召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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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翻 他那個英文真的是 我這邊角色換一下位置 我換到這裡 換到這裡 這樣這邊只是我移動的位置而已 還好 好那我要去哪裡 和菲利普對話 我這邊開完了嘛對不對 好 好 請先強化魔靈 經驗值天使怪 就剛剛那些東西嘛對不對 有點像史萊姆的 玻璃的那個東西 成功成長 升級 然後這個經驗值秘藥 升級 升到等於三 喔我多少 寵物就多少 魔靈就等於多少 所以我又再選這個 然後升級 我可以直接一鍵強化吧 這樣比較快 喔我可以突破嗎 可以耶 可以耶 我這樣靠等級到三了 所以我做任何動作 不一定要靠儲值 我剛剛是不是升到滿了 升到滿的話是不是 好算了先繼續 點擊 然後繼續跟他對話 然後對面已經有寵物了耶 真的假的 欸我沒有要跟你 欸不行啊 有對話 我是不是擋到他了 我是不是點到他了 有了有了有了 不是很好點 感覺就是去打怪 擊倒史萊姆 史萊姆在上面 怎麼走 我可以直接用船的嗎 不行 喔反正我一直點到人 召喚師資訊 欸不行 我完全看不懂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這樣點嗎 前往 可以喔這樣方便多了 雖然說他沒有自動巡路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還不錯 然後玩到這邊就已經花了24分鐘了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任何召喚的地方 首次購買啊 首次儲值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還不給升級嗎 真的都還不給抽獎嗎 衣櫃排名 符文 符文碎片 召喚祭壇吧 這個這個這個的 1-6張 好等我 我們至少玩到1-6張我們再說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1-3 1-4了 其實也算快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相信這個東西要玩到幾 第一天要玩到完 應該也是要兩個小時以上 這類型的遊戲 我不知道這個遊戲在台灣怎麼樣 他介紹超少的 他連廣告我都沒什麼看到 只是因為他這個名字 我對他比較有印象 所以就稍微注意一下 超過技能範圍 有了有了 我們繼續點這裡 然後點這裡 其實我覺得還是覺得 用模擬器玩比較方便 用平板玩這類型的遊戲 都覺得好麻煩喔 走吧 我還是喜歡往上抬頭視角 怎麼沒有 我以為有點到 其實完全沒有 其實完全沒有 只是我點到地圖而已 直到那個位子 我還是要找一下 好 普拉洛 走吧 是時候確認一下帳號等級了 我的VIP等級3 有了 全部領取 所以這裡不一定要課金就對了 有多結的話 很像也是可以 結任務也可以升級帳號等級 然後最快的話是升級 直接用你的錢 最快 1.5張 那先找他講話 有了有了 我們快要可以抽了 走吧 打架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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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自動戰鬥嗎 可以了 然後魔靈將會一起 然後這個有什麼東西 魔靈將會跟誰召喚師 那有什麼差別 他自己去打 魔靈將會一起攻擊召喚師 正在攻擊的目標 不懂 反正就先全開吧 這就是練功的狀況嗎 我們現在等級4了 然後和夏洛克對話 走吧 不用走的 這樣比較有參與遊戲的感覺 只是他現在還不給我跑步 我還沒有坐騎 好安靜喔 而且他英文好出氣喔 我會覺得這應該是日文的聲音才對 好召喚魔靈 有了 我就是要等這一刻 剛剛應該有給我抽些什麼才對 我們順便看看這個遊戲的魔靈 到底有多可怕 這是魔靈祭壇嗎 沒有不行 沒有 所以他要幹嘛 你要說啊 你要說啊 還是我要這裡按 技能也不是啊 技能 輕能強化 反正先學再說 這個是暴擊傷害 反正就學起來就對了 然後呢 需要更多的夥伴 那我要怎麼召喚他 沒有一件事容易的 所以他叫我過去 啊看到了 完全 召喚魔靈請召喚 可以使用召喚書召喚魔靈 獲得重複的魔靈石 將轉彙為碎片 碎片可以使用該魔靈成長 喔我最討厭這種系統了 但是現在遊戲都是這種系統 簡單說就是 你SS要抽一張不夠 你要一直抽下去才夠 然後呢 遇召喚魔靈需要召喚書 請選擇召喚書 免費召喚 這個是免費的一抽 看一下他的抽卡 沒有啦 剛剛那個不是 這個才是真正的抽卡 這應該是大家都一樣的吧 如果硬要講的話 這個首抽其實蠻久的 我半個小時才能抽一次 還是說其實有更壞的方式 召喚一次就沒有了 所以說這隻是三星 我總覺得我這隻手抽很像抽廢的 這應該就不是說 這個角色應該會抽到的東西 看這個樣子應該就不是 所以我們可以再抽一次 剛剛那是書嘛 所以應該不會浪費掉 唉唷我看到那個顏色不一樣了 是不是不一樣 這個時候感覺就應該 好我覺得他沒有 剛剛幾星 三星 所以一樣沒有差 欸我 等一下我可以召喚幾次啊 我有幾個啊 我有五卷 就這樣 然後這裡有未知召喚二十卷 所以我現在抽完就抽完 我們先把它抽一抽 看一下剛剛抽什麼東西 我這裡也抽到三星 所以剛剛那邊抽不到三星 是不是一個垃圾 我先skip了一下 有三隻三星欸 哇 等一下 所以說他有機率嗎 機率表 看一下 五星魔靈只有1% 然後孫悟空就有分三種屬性 等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這跟我當時的魔靈招好像已經完全不太一樣了 1%的機會而已 然後再來是 四星魔靈是3% 欸9% 你看這趴數要早 所以我要抽到好的機率只有十分之一 然後剩下的魔靈呢 是高達90% 哇靠 好 那這裡呢 機率表 最高抽到四星是1% 哇靠 不是吧 這裡太 然後抽到三星是15% 所以我剛剛抽到三隻三星 這個%數還不錯 然後一星是42.5% 那二星欸 二星的%數是41.5% 就兩個是一樣的嘛 那傳說招換是什麼東西 傳說招換是五星機率10% 所以四星機率是只有90% 喔 這麼殘忍就對了啦 這個遊戲 可是我沒記錯到這個遊戲 是不是可以全部升星升到滿 就每一隻都可以升到好 不一定要抽到高對不對 我不是很清楚 我已經有點忘記了 所以我們這邊也可以抽五次 喔這是隨便你抽 也不是隨便你抽 就是限定卡池 然後有機會抽出來他們 然後詳細點 他的抽卡是什麼方式 哇 所以現在還不能抽 連看都不能看 要1到40張 我想說抽完就好了說 對啊 然後積分可以獲得 需要召喚70次 可以獲得一個神秘召喚 神秘召喚 傳說召喚 然後我要召喚200次 就可以換到這些 可是 他的 獲得一個傳說召喚數 保證召喚 為什麼那個基本 喔 是上面那個吧 上面那個200次200次200次 就有機會保底 200次才能保底 那抽一次要多少錢 抽一次呢 總共要2700紅石 那如果2700紅石 我剛忘記了 sorry 遊戲幣嘛 2700紅石 所以我一單可以 算2500好了 我們可以抽4次 4次2700 40次 所以我必須要保底的話 要乘以5 要5單 15000 我才可以保底 我不知道我沒有算錯 反正感覺就是很貴 真的是很貴 然後選擇召喚什麼東西 完成第一張第13節 可以冒險紀錄中 即可 選擇召喚 預覽召喚結果 再決定 一旦決定召喚之後 無論是多少 將結束召喚 就等於是我們自己選是不是啊 只不過要完成這個任務 喔 這個就好吧 沒關係我們再說 這是拉赫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要抽哪一隻呢 還是我們就直接讀讀看 這個機率表應該也是1%吧 然後只是有機會保底 對有機會保底 有機會較高機率 抽到誰屬性的地獄夫人 方舟天使不就當初那個 最強的那一隻嗎 所以誰屬性的地獄女王 是0.082% 喔還真的很高捏 可是一樣啊 不對啊 看不出來他好高啊 好啦 就抽看喔 反正我都無當而已嘛 也沒有很多 先抽未知好了 有機會抽出4星的也不錯 我都不要動 我剛剛是按skip 所以我這樣一口氣全抽的話 會有不一樣 喔有捏 欸沒有一樣 他只是10連抽 所以更外面而已 所以剛剛那個光都是一樣的嘛 感覺就是垃圾 誰按skip 哼 欸我剛剛第一抽還不錯欸 3抽10欸 對啊 好啦剩下5連抽 我們就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選誰好欸 而且我也還沒看他的技能 如果到時候要看的話 感覺要看很久 好啦蘇悟空 剛剛看了這個名字就很可愛 有沒有機會 1% 5星就好了 我已經不求這一隻 不可能 那個幾率怎麼可能在5抽內抽到 這要刷多少次 哇靠 90%的幾率3星 有沒有機會啊 拜託 不要那麼虧好不好 不要那麼虧 不要那麼虧 3星 我想看看 至少你也讓我中9% 3星 哎呦這個顏色 4星 流浪騎士 這是召喚出來的東西嗎 9%的機會 還有沒有機會再高一點 所以很明顯嘛 5星的話就是彩色 有沒有機會噴彩色 沒有 只有噴出藍色的 水屬性的哥魯達 所以他每一個屬性就色位 然後就換另外一種屬性 我也還沒看到他的能力怎麼樣 感覺這個部分也蠻克的 就是如果你要全部弄完的話 嗯好 我什麼都沒說 那我們現在抽完了 什麼都沒了欸就這樣 那我抽完之後 我可以看一下我任務有什麼嗎 跟夏洛克對話 他們為什麼都有那個啊 這該不會是已經課金 還是 啊剛剛送的吧 剛剛送的吧 日光地獄犬學雲最大 所以我要打他 那我剛剛你也不教我一下 剛剛要幹嘛 所以我現在抽到一大堆 剛剛有一個4星 欸我這邊升級他就是4星欸 還在剛剛這隻就是4星這麼好 那我們的這個 能使用嗎 編隊 喔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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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上去 儲存 就這樣 那我的技能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一隻的技能是 普攻100%然後補血 這個也可以升級到補10倍的血量 70%的機會會沉沒7秒 然後攻擊5次 14秒 攻擊5次他也沒有增加 可是90%的機率啦 可是這個是有免疫啊 所以攻擊的話 這是一般攻擊 攻擊目標 如果目標強化效果 是將有一定機率 縮短自身技能的冷卻時間 喔 目標有強化效果 38機率縮短魔物魔靈技能冷卻 可是我縮短技能 我還是需要有 水費才可以升級嘛對不對 然後40%機率縮短 %數越來越 從30變40%好像也沒有越來越啦 然後波雲眷日 揮舞力爪攻擊目標敵軍 解出一個強化效果 成功解出時 喔這是三門 解別人debuff的角色 增加攻擊力 增加自身攻擊力 攻擊力355% 解出一個強化效果 成功解出時呢 10秒進入攻擊增強2階段 可是不知道這個階段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持續時間變強 然後持續時間變多 攻擊力變高 再來是 割喉銳利的牙齒攻擊目標敵軍 減少防禦力 就是直接降防 可是 那你都降一階段而已 可是攻擊力越來越高 然後他東西都好 微妙 對真的都好微妙 然後我剛剛抽到唯一一隻四星 攻擊目標敵軍有一定幾率 減少攻擊速度 攻擊力100% 4%的幾率 減少攻擊速度 然後是 波濤斬 揮舞艦隊目標敵軍造成自身體力 上限為比例的兩次傷害 打趴傷的 每次攻擊時有一定幾率 減少攻擊速度 若目標處理挑戰狀態 有一定幾率 增加冷卻時間 每次攻擊 181 148.1% 自身體力上限 喔沒有 是我的趴傷 所以他的血 防禦越高 他的攻擊力越痛 然後 10% 10秒內攻擊速度減少一階段 如果升級的話 就是趴速 90%的幾率20秒 然後體力上限10% 所以我現在體力是只有559的1 所以他的攻擊力就是多 59 加59 然後我攻擊力322% 可是這次攻擊力只有19 所以322%就是算3倍好了 20 至少60 等於是這個攻擊力就是1200 喔還不錯 這樣算的話還不錯 然後如果是挑釁的狀態下19 的話其實技能冷卻時間增加3秒 這是給對方的技能冷卻還是給我自己 這感覺好像怪怪的 是嗎 然後是 沒有這是其他角色 三星的 我們有沒有辦法直接看五星的角色 符文 等一下還可以變換 換什麼意思 蛤 變形換影 這三小 兔子管家 蛤 不對 這是說 喔 應該是說我可以換成這個角色吧 對啊 換成這個角色在外面陪我 不過其實是還是原本的角色對不對 應該是這個概念吧 然後符文的話第一張23節 然後只有魔靈碎片量 然後如果是給他吃 OK 那這個進化的話 也要第一張29張才能看 可是我這邊看不到耶 好可惜喔 不然蠻想看他所有的那個圖鑑的 如果有的話可能也還沒有開 排名已經出來了 這麼早就有排名了 名譽電廠 這個是 喔還沒 這個是還沒有出來的 召喚師 戰鬥力 我現在才1262 我才剛玩遊戲37分鐘 然後沒有做任何動作 已經有人到2100了 這今天才第一天了 可以耶 這感覺應該也是很可怕的 委託點數這個就還不是很懂的 然後是魔靈的話 有人到8萬了 所以一開始是不是魔靈比較重要 對吧 是不是魔靈才是重點 而且感覺這是不是也可以去 洗他的戰鬥力 就可能這隻很爛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趕快給他強化上去 先給他放在上面 至少可以掛上去 可是他的排名好像沒有任何獎勵耶 排名重置 對啊 他的排名是沒有獎勵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這個的話應該就是永遠放在這裡了吧 所以應該 課長們應該都在衝這些地方 哇靠我覺得這遊戲其實也蠻可怕的 我們過了一陣子之後 這個遊戲 魔靈召喚已經不是我認識中的魔靈召喚了 好啦以上就是這個遊戲到抽卡的地方 我就已經花了40分鐘了你知道嗎 好啦如果這個模式 遊戲有什麼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如果還可以的話呢 我看有沒有機會再繼續給他玩下去 今天的話呢我等一下應該要繼續臥龍一下吧 臥龍給他打完 我們再來給他感受一下 不然的話我今天應該會開台這個 不過昨天就還沒有打完 你知道嗎 OK好啦今天影片就跟他到這裡啦 如果有什麼想法會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我這支影片一個讚呢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 2 1 掰掰 喔對了 我在最後一刻終於發現他哪裡改語音了 我們這裡 點進來就有了 我直接從下面去找 完全找不到 其實在這裡點進來 語音這邊就可以去換了 只不過你要重新再 登出再登入進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今天用語音的話 聽起來應該就會比較習慣了啦 稍微的再聽一下 看有聲音嗎 喔對嘛 這樣的聲音才對嘛 就覺得有點怪你知道嗎 好啦以上 就這樣我剛才已經結束過了 掰掰 太久了 你看起初支影片